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名人的黑幕或者说是黑帮的发迹史 亦或是各种悬疑大案以及更多的其他题材的探索 针对这些内容目前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我们将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大概的整合 放在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新的专辑当中 这个专辑的名字暂定叫做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200家陈峰的未解之谜当中 需要说的是这个新专辑 我们决定在喜马拉雅作为会员节目进行独家播出 总计有200多集的内容 专辑上线时间将会在不久之后的9月9号 大家届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关键词 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就能够找到这部新的专辑了 在上线前的这段时间当中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喜马拉雅工作人员的微信 XMLY0330 也就是喜马拉雅四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加0330 XMLY0330 添加微信之后 工作人员将会把大家拉进喜马拉雅官方的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福利活动 送喜点 送签名书 等等其他惊喜 在等着大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专辑 将会是喜马拉雅的会员专辑 也就是说 如果您是喜马拉雅的会员 就可以免费收听本专辑 目前喜马拉雅的会员价格为每个月6块钱 6块钱就可以听到我们的200多集故事 也是很划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9月9号我们不见不散 探索事实真相 搜寻幕后真凶 欢迎收听 绝密大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今天咱来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东晋时期 干宝写过一本智怪小说 叫做搜山记 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很多奇怪的故事 比如说干将墨爷 李济 董勇 等等这些 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和搜神记 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从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 延伸发展开来的 需要说的是这个故事 它是发生在三国时期 真实性 咱们现在无从考证 只不过它是单纯的在搜神记 还有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民间杂谈 还有古籍当中 是有过记载的 虽然说很多古籍有记载 但是一些证史 比如说三国志 这些证史当中 它没有出现过 所以说今天要讲的这个事 它究竟是真是假 这个无人知晓 大伙也不必深究 当然感兴趣 您可以再去查一查 首先来说搜神记当中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它是这么讲的 先说在这个三国时期 三国之中呢 孙吴势力 他们得以在江东奠基 除了孙策孙权两兄弟的雄才大略之外 本土势力的支持 那也是相当重要的 而这些本土势力当中 最为强大的 给予了最多的帮助的 当属江东吴郡的四大家族 江东吴郡 也就是咱现在的江苏苏州 那有了这四大家族的支持 孙吴势力的政权 才得以稳固下来 这四大家族 他们分别是故路诸张 这四大家族 其中呢 咱们要说的这个事 它是发生在朱家 这个朱家 代表人物 名字叫做朱桓 朱桓大伙应该熟 那桌游三国沙里面 也有这个人物 他是吴国的一员名将 鸡曹人 斩昌雕 福王双 协助陆逊是大败曹修 这都是这朱桓的事迹 说当年这个东吴势力稳固之后呢 朱桓担任的是如虚都 他所镇守的这个如虚口 一直那都是魏武两国兵家必争之地 由此可见 朱桓他在孙吴势力上 这个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好人 相当不错 那根据三国之记载 朱桓是爱养力士 善护六亲 俸禄产业 皆与共分 所以后来 那在他去世的时候 那是历世男女 无不好目 他的手下都像是这个亲生父母去世一样 非常的伤心 由此可见呢 确实是一个好官 一个好人 那么今天这个故事 他就是发生在朱桓的府邸之中 这个大概时间 应该是当年这朱桓刚刚当上皮将军的时候 那在当时那个时候 那时候孙吴这边在这块的情况是什么呢 担养颇养 山贼风起 因为这个孙吴势力嘛 境内地势比较崎岖 因此呢 有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岳一族 或者是山贼势力等等 各聚一方 称王称霸 那么史书上 把这些族群称作是山岳 那当时朱桓他就受命为征讨总大将 让他来主持平定这些情况 那这在当时呢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 那孙吴势力为了稳定内部 经常会出兵征讨这些所谓的山贼势力 那不只是朱桓一个大将 很多人都参与过这样的行动 那教训一番之后 哎 抓俘虏 身强体壮的那些男的 强行征兵 编进来 其他的这个老弱妇孺 那就编到户口里面 编进来之后呢 缴纳付税 提供劳役等等等等 那当然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面容交好的年轻的一族女性 哎 这个也可以拿过来赏赐一些有功的将领 作为婚级 作为婚女 给他们 那朱桓呢 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讨伐有功嘛 所以说给他这福地里面 也新进了一批 异族的女孩 作为婚女 而这故事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女孩身上 这个女孩 她是百岳之人 就是当地这个百岳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 样貌呢 当然和咱们汉族人长得不大一样 那他肯定有一些这个样貌上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些特点 不过总归来说呢 但凡是给推进来的 都是比较漂亮的 那么为了方便称呼 我们就把这个女孩 称作是小蛮 给起这么一个名字 说这个小蛮啊 他刚刚来到这个朱桓府邸没多久 没几天呢 有一天的突然 有几个侍卫就找到朱桓 这几个侍卫呢 是惊恐万分 说这小蛮啊 是个妖怪 朱桓一听 怎么能是妖怪呢 他不信 他就说这个小蛮呢 确实那长得跟咱们是不太一样 毕竟人家是少数民族啊 对吧 那肯定有一些特点 但是呢 你也不能污蔑说人家是妖怪吧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几个侍卫一听啊 赶紧说 哎呦将军大人 这事可不是这样啊 跟你说吧 前几天 有一天晚上 我们俩巡逻的时候呢 就听见这个屋顶上有些声响 然后我们就抬头看 哎 看到在这个屋顶上有一个东西啊 从这天窗里边就直直的飞出来了 然后四处乱窜 窜了一会儿 在那房顶上又停住了 那一开始呢 我们以为这玩意可能是个蝙蝠 没有太过的关心 可能这蝙蝠推大了 那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但是啊 直到前天晚上 我们发现这个玩意又出现了 而且呢 他出现之后啊 还往下一冲 俯冲下来 冲下来之后 我们用这火光一照 吓坏了 原来这东西不是蝙蝠 是那个小蛮的头颅 吓得我们当场跌倒在地 这时候呢 旁边另一个侍卫赶紧接话茬 哎呦可不是吗 幸好那天呢 我胆大 震惊一番之后 我准备把他抓住 哎 结果呢 我刚要伸手 那小蛮的脑袋又开始四处乱飞 最后呢 从旁边那狗洞里边钻住去了 这几个侍卫 你一言我一语 这听的朱环是目瞪口呆 好家伙 怎么回事 这个什么玩意 怎么我家这还闹鬼了 就训他们 你们是不是晚上嗑药嗑多了 啊 胡说什么呢 这侍卫一听也着急了 哎呀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这样 您还是跟我们一块去看看 咱都看见了 您也就明白了 朱环这呢 半信半疑 于是就在当天晚上 到了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带上这几个侍卫 悄悄的来到了 在小蛮住的那个集体宿舍外面 集体宿舍嘛 里面睡了好多人 那几个人呢 就在外面等着 等了一会之后啊 哎 突然听到这房间里面呢 果然是有一些奇怪的声响 这声响一出 几个侍卫赶紧点上火把 把这门一踹就闯进了房间 这一帮人冲进来 这屋子里边睡觉的那些婢女全都吓醒了 他赤身裸体满屋春色是一片尖叫 在环顾这房间那四周呢 朱环果然就发现有一颗女性的头颅啊 正在扇动着翅膀慢慢的望上飞 定眼一看 这个头 这个脑袋 那还真就是小蛮的脑袋 只见这脑袋上两只眼睛 整个一妈白 没有黑童人一样 非常的吓人 而且两只耳朵不知道为什么变得特别大 成翅膀了 忽扇忽扇的越飞越高 侍卫们一看啊 吓得不得了啊 等他们回过神来 想再过去抓的时候 那脑袋已经从那个天窗上边 在呼呼呦呦呼呼呦呦 已经飞出去了 人们再追出去呢 也够不着了 飞老高了 就这样 这朱环终于是目睹了这个恐怖的人头 还真的是有这么回事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读到的风格 优质的内容 全网首档原创悬疑 济世类音频节目 全网收听第一 绝密档案 面向群球招商 口播硬广 软性直入 APP投放 你想不到的 我们群都有 拨打群宇宙 唯一招商热线 18630106655 说眼看那个人头飞走了 朱环回过神来 赶紧走过去 去查看这个小蛮的这个床位 把这被子撩开一看呢 哎呦 这小蛮的头果然是消失不见了 哎 但是身子还在那呢 脑袋没了 身子在那 甚至这个身子那胸口 还会因为这个呼吸啊 上下缓慢的起伏 只不过这个起伏呢 比一般人要微弱很多 朱环一看 哎呀 撞着胆子 就摸了摸这个小蛮的手臂 这一摸 发现这个手臂体温非常低 然后他又试着又捏了几下 捅了几下 哎呀 发现这个身体呢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就跟这个没有知觉一样 这一下子 这可真的是眼见为实了 那脑袋看见了飞出去了 身子上面的确实没脑袋 哎呦 这个小蛮看来真是个妖怪啊 这不行 这必须弄死 心里边这么想着 他把这剑呢 就拔出来了 拔出来之后 就要往下捅 哎 结果没想到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剑马上就捅下去了 这屋里边其他的婢女一个个的 扑通扑通 全都跪下 跪下之后开始求情 哎呦 大人留情啊 奴婢愿意性命担保 小蛮不会害人 等到这个日出天际之时 他就会回来 恳请大人静待 借使诸多细节 大人再听小蛮解释啊 朱环这一看 哦 原来这帮人 那都是知情的 那既然这么多人担保 那估计这个小蛮呢 还可能确实没有害人的意思 那既然这样就等等吧 于是乎呢 带着几个侍卫 又等了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过去 这天呢 也慢慢的亮了 还没多一会儿 就看到这个天窗上面 有声音 扑拉扑拉的 再等一会儿一看 哎果然 是这个小蛮的脑袋 从这天窗里边飞下来了 降下来之后 还准备安回到自己那身体上 就在这个时候啊 给朱环灵机一动 突然把这被子拿起来 把那小蛮的身体 严严实实给盖上 盖上之后呢 这小蛮的脑袋飞下来 他就往回接 但是往回接是想接 可找不到身体了 那身体给盖到里边去了 一直就在这个被子外边来回撞 而且呢 比较恐怖的是 随着这个天越来越亮 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小蛮这头颅的表情 变得是越来越猙獰 越来越恐怖 同时他的这个身体啊 能看到那个呼吸呢 也是越来越急促 甚至几分钟之后 这个脑袋已经倒在地上 呈现一种半昏迷状态的 腰动不动的 这朱欢一看这个 这妖怪这也太好对付了 这被子一盖 把这脚玩完了 他一看这个呢 赶紧把这被子再掀开 这脑袋一看被子掀开了 赶紧使劲 使出吃奶的力气 拼命往这个脖子上面钻 那趴了半天 总算是合二为一 保住了性命 脑袋安上去 这小蛮的耳朵呢 哎眼看着渐渐的缩小 最后变成了正常的样子 之后又过了几分钟 小蛮呢 突然坐下来 抬头一看这么多人 尖叫了一声 赶紧吓得就缩到了 那房间的角落里边 朱欢就问你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这脑袋还分家呢 这么一问啊 小蛮这才慢慢的做出了回答 原来这个小蛮呢 他是早在先秦时期就生活在江南一带的一种少数民族 叫做崇洛族 崇洛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他们的种族经常会举行一种祭祀的活动 这种祭祀活动叫做崇洛 当然这个祭祀活动都是干什么 不能多说 那他们崇洛族呢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脑袋在晚上会离开身体飞出去 那每到晚上睡觉之后 崇洛族的这个族人 头颅就会离开飞走 但是飞到哪做了什么 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去哪了干了什么 就光知道这个 这是他们这个种族的天性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就这样 这个小蛮身上的谜题呢 总归算是解开的 虽然说没有看到他伤害别人 平时呢也是勤勤恳恳 没干过什么坏事 挺老实 跟其他的婢女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一到晚上就有个脑袋飞来飞去的 那估计换谁都感觉这玩意挺渗的 不行 所以说最终呢 这个祝宛还是给了他一些钱 把他打发回家了 你就别来了 你这玩意推吓人 那再后来 那朱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跟其他的将军就聊起这个事来 结果他发现 好像其他的几乎每一个将军都知道 有这重落族这么一回事 原来呢 根据这个其他的将军的说法 他们在这个平定山岳 俘虏那些少数民族的时候呢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都把这些人叫做落头民 那脑袋不是能非能落吗 叫落头民 那据一位将军说啊 说当年他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呢 也挺害怕 感觉这个玩意太邪乎了 那后来呢 就把这个一个水盆子 哎扣在了那个人的那个脖子上面 那脑袋不是没了吗 把那个盆子就扣在眼上了 结果扣上之后啊 晚上啊 他盯着盯着睡着了忘了 那后来那个脑袋飞回来之后 装不回去 最后就死掉了 来 由此可见 如果脑袋回不去 确实会死 总之呢 来 朱寛到这明白了 这一群人 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少数民族 虽然说呢 有这样特异的功能 但是似乎确实不是什么坏人 那只不过呢 后来那随着这个朝代更迭 加上这个大量的汉人口往南迁移 重落族人被迫的也是四处迁移 继续再往其他地方走 可能有一部分也和这个汉人联姻了 总之后来呢 几乎就是见不到了 很少见了 也有一些记载 有的是漂到海外了 也有的是在其他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搜神记里面 记载的这个重落族的故事 除了刚刚提到的 咱们说的搜神记 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有名 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当中 也断断续续的 其实有一些关于重落族的记载 比如宋朝太平广记里面 就收录了一则关于飞头聊的内容 这个飞头聊 说的其实就是重落族 这个原文这么写的 给大伙念一下 夜扇之东 龙城之西南 地广千里 皆为掩铁 行人所经 牛马皆不沾卧眼 那往后 咱就不挨句念了 一会咱给直接说那一文 那后面说 能先使头飞南海 左手飞东海 右手飞西海 至木头还肩上 两手遇季风飘越海外 这是那里边一段记载 什么意思呢 给大伙说一下这个意思 说的是在夜扇的东面 龙城的西南方 有广阔的 达到千里的一片土地 这片土地呢 都是严谨地 走路的人经过这个地方 就连休息的时候 那些牛那些马 都得铺上毛毡 才能卧在上面 在无陵以南的西洞当中 常常有头能飞的人 所以有飞头辽子的名称 他们的头在飞走的前一天 脖子上会出现痕迹 绕脖子一圈 像一根红线一样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他的妻子和孩子 就会看守着他 这个人到了夜晚 就会变得非常虚弱 像生病了似的 之后头忽然会离开身子 飞走了 飞走的头 落在河岸边的泥土当中 寻找一些螃蟹 蚯蚓之类的东西吃 在天将要亮时 才会飞回来 头安回身体之后 人就像是 做梦忽然醒了似的 一觉醒来 却感觉肚子已经很饱了 佛教僧人 菩萨圣又说 蛇坡国中也有头能飞走的人 这种人眼眶里没有瞳孔 有一个人根据这种人的情况 记下了这些怪异的事情 南方的落头民 他们的头能飞 他们的寺庙中供奉的神的名字 叫做崇洛 于是称他们为落敏 王子年识一记中说 汉武帝 因持国的南方 有能分解身体的人 能先让头飞到南海 左手飞到东海 右手飞到西海 到了晚上 头回到肩膀 但是两只手 却遇到了猛烈的风 飘飞到了海外 以上这是太平广记当中 有关崇洛族的一段记载的一文 那么从这段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崇洛族这时候他出现的地点 已经从当年的江南一带 南迁到了岭南西洞中 也就是说已经迁移到了梁广一带 同样的通过这一段描述 我们还可以知道 晚上这个崇洛族 他们的脑袋飞出去之后 会寻蟹饮之类食肢 就是说去寻找一些小螃蟹 蚯蚓之类的东西去吃 所以说这有可能就是 崇洛族的头会在晚上的时候 飞出去的原因 另外太平广记当中还提到 刚才也说了 在蛇婆国也有崇洛族存在 那么蛇婆国在什么地方 他位于现在的印尼的爪哇岛一带 由此可见 东南亚在宋朝的时候也有崇洛族存在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当年从江南一带南迁过去的 这是宋朝相关的记载 时间再往后推呢 到了明朝 明朝朗英 他所编撰的一本笔记小说集 七修类稿当中 也有类似崇洛族的记载 马说 原朝世人陈福出使安南 有记事之诗约 彼隐如灵地 头飞四路炉 盖掩土人能彼隐者 又头能夜飞于海 时于小腹归身者 什么意思呢 他说在这个原始祖忽必烈时期 有一个人叫陈福 他呢 出使到安南 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一带 在安南 他发现了崇洛族的踪迹 后面这句诗很有意思 说彼隐如灵地 头飞四路炉 什么意思呢 这是呈现了另一种 把这个崇洛族 他们头颅飞行的场景 他说彼隐如灵地 就是说这个崇洛族 会用鼻子来吸水 就像把这个陶瓷的水瓶子 放到水里那样 起泡 咕嘟咕嘟咕嘟 那样吸水 然后头飞四路炉 就是说飞行的时候呢 就像是把这个罐子 放到水里 打水的时候 那个瓶子在水里面 翻滚转动 像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描述很有意思了 用鼻子吸水 这个习行跟大象似的 飞的时候呢 更奇葩 转着飞 这个场景似乎还不太好想象 那转着飞那头不晕吗 咱不太清楚 那这和其他的记载的 也是不大一样的 唯一的一个异类 那除此之外 在这段话之后 后面还说了 说 于见迎冲集中所记载 老沃国人 鼻吟水江 投飞食鱼 进汪海 云亦能鼻吟 投飞则怪也 昨见 兴查圣懒 一眼 瞻成国人 有投飞者 乃富人也 叶飞食人奋臣 之而顾风其相 或夷其身 则死矣 这段话什么意思 这是说 这个 狼鹰 他在迎冲集 和兴查圣懒 这两本书当中 也找到了 那个崇洛族的记载 首先这个迎冲集 迎冲集记载说 崇洛族呢 是分布在老沃 那儿的崇洛族 是鼻吟水江 投飞食鱼 很明白 也是用鼻子来吸水喝 然后呢 还会捕鱼吃 另外他提到的第二本书 这个 兴查圣懒 这本书就厉害了 这个书是什么书呢 是当时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随同他一块去的一个翻译 叫做费信 他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写的是什么 都是当年下西洋的时候 所见所闻 都写进去了 那这里面就提到崇洛族了 说这个崇洛族在哪 在詹城 也就是现在的越南中部一带 说那个地方 往往都是女人的头颅 会在晚上飞起来飞走 而且呢 吃的东西比较重厚啊 诗人奋臣 另外也说了 说这个顾风其相 或依其身 则死已 说如果把那脖子给堵上 或者把身体挪走 那头回来找不着了 就死定了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在我国的一些古迹当中 对这个崇洛族的记载 其实呢 如果仔细深究 不只是在国内 国外的一些传说 似乎也有很多和这个崇洛族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不多说 咱就举这么两三个例子 比如说 有一种降头术 叫飞头降 那飞头降 也是会呈现一个类似的状态 脑袋 那一到晚上 你降头哗飞出去了 这点有点意思 他跟这个搜山记里面 所描述的那个崇洛族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 人家说了 那个崇洛族 不是说有这个祭祀仪式吗 那会不会这个仪式 就是那个所谓的降头术飞头降呢 确实还真有这样的说法 当然证据目前咱还是没有 那除此之外 比如说日本 日本白鬼夜行当中 有一种飞头蛮 飞头蛮 这个小蛮那名字 也是在这来的 这个飞头蛮 其实一般认为 它就是起源于崇洛族 这是日本 那么到了近现代 近现代 崇洛族类似的传说 在马来西亚 也有 马来西亚有一些传说 他们那边呢 把这个崇洛族呢 称之为潘纳贾拉 这个潘纳贾拉进化的就比较有杀伤力了 这个潘纳贾拉呢 它不是头啊 不光是头 还会连带着下边那个肠子肚子之类的内脏 一块飞出去 而且呢 还会以人类的血肉为食 这就变得有点像那怪物了 此外除了日本 除了东南亚 其实在这个南美洲也有相关的记载 传说在这个南美洲安地斯山脉上 有一种传说当中的生物叫做飞头 翻译过来叫飞头 这个飞头呢 那样子跟崇洛族那个情况差不多 只不过呢 这个飞头在南美洲当地成了一种相当邪恶的生物了 据说呢 他们会吸食人类的魂魄 吸了魂之后 这人就死了 那半死不活 那个状态了 以上这就是海外的有关崇洛族 或者类似的一些记载 那么最后咱们综合说的这么多文献资料 其实我们不难总结出崇洛族的一些大致特点来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种族呢 首先来讲 最大的特点 他们的头会飞 而且呢 从这个记载来看呢 头会飞出去 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也不一定是每天都发生的 如果说这个头要飞了 那么这个人那天会变得非常虚弱 并且之前这个脖子上呢 会有一个红色的痕迹 就像是被这个绳子勒了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再一个就是这个头飞出去之后都干了什么呢 那根据那些记载 我们能够知道大部分都是出去找吃的 吃什么 一般来讲 鱼呀虾呀之类的 总之都是水里的东西 那以水里的东西居多 当然也有说法会吃一点别的 最后如果说啊 这个头回来了 但是发现身体没了 或者说头呢挡住了 按不上了 那么这个人很不幸 他就会死掉 那这个崇洛族他们分布的地区 可能最早呢 在三国时期之前 是在江南一带 那后来随着汉人口南迁 他们呢也被迫往四面八方迁移 甚至有的还漂洋过海 那以上这些 这就是崇洛族 一种生活在古籍当中 现实当中 不一定真实存在的怪异的种族 好 那么到这 今天咱们的局面档案也就该结束了 我是大腕 如果您喜欢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进行关注 好 咱下回再见 咱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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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